那麼愛砍脫的人 聽說有愛砍脫的面相 那我們這個請教一下 謝老師 愛砍脫的面相是這個嗎 對 那你來介紹一下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把它分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前面 第一個上下唇 通常有時候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或者你不講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嘴巴就閉得很緊 可是有些很奇怪 他就是他不講話的時候 那嘴巴就永遠合不起來 有這種人 對 那當然基本上來說的話 這種人比較多虛眼 他跟第二種 也就是跟他們提到 歪鼻子 就是鼻子他 多虛眼的意思就是講空話 對 比如說他的鼻子 第二個種是鼻子歪的 這兩種是合在一起的 第一個就是有些人 講他心虛 他就馬上就扯到別人身了 其實那個是因為誰誰誰的關係 就會扯到別人身 第二個就是只要 跟他有關係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連帶的 這有時候可能是因為什麼 什麼原因 甚至有時候 這第一種跟第二種 他有時候往往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甚至比如說 你這個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 比如說是你婆婆的關係 是你媳婦的關係 就是他在講的時候 他沒有真正的根據 而是因為他覺得聯想到 或是平常你說的話裡頭 他會去牽扯到別人身上 外皮 對 鼻子張開 合不起來 然後接下來 第二種呢 第二種是屬於第三個 就叫眉間窄 就是眉毛中間的這個空隙 太窄 我跟你講 你知道美國MBA有一個人 叫一眉道人 對 他很厲害 他從來就不會 打輸了牽來 就不會牽扯別人 還以為是修眉毛 那通常一般來說 我們的眉間 通常你大概用手指比一下 他現在叫David是不是 對 大概一般都兩個指幅寬 標準 那通常一般來說 有些人真的很窄 窄的時候 甚至你會發現 他不只是窄 而且這邊會有點鼓起來 就眉頭的地方會鼓起來 甚至中間會出現 這個所謂的旋針紋 那一般來說 那叫什麼 旋針紋 旋針 旋釀的旋 旋掛在那邊的旋 好像旋掛了一根針 在這個地方 旋針紋 就他常常皺眉 那不是皺眉紋嗎 然後中間就像有一道線 有一個刀痕這種感覺 他常皺眉 那通常這種人 因為一般來說 皺眉不是通常這裡是兩條嗎 不一定 皺眉他有一種是 真的已經皺到中間 我有看過這種面相 就他皺到中間這邊是一個 寫著一條 非常非常深刻的紋路 對 中間一道線 那什麼大條 這種通常都會過度擔心 然後很多憂 煩憂很多事 是 對 那一般來說 通常那是這樣的 我們兩個指紋不是標準的 但是我有看過 就超過已經三指以上了 三指以上超奇怪的 你一般眉毛這麼開 然後其實一般來說 他是眉毛太開的人 他就什麼事都不發在心上 所以做事情的時候 很多事情他不一定會掛 對 可是像以前有個女性 她是眉毛被拔光了 所以她就畫這樣 你知道他是誰嗎 知道喔 沒有 我有印象有幾個人 但是因為他們以前 女生畫眉毛的時候 通常他們來說的話 會以眉毛原本的位置為基底 去畫 可是我剛才聽到 像這種心胸比較不寬的 尤其是剛才講 學員這麼多 其實好就是很好 因為好的時候 他會執著一件事情 他有可能成為 這個行業的專家 可是缺點就是 當他如果對某件事情執著 他覺得是你的問題的時候 他永遠都覺得牽扯到 這個東西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誰誰誰 他一直都不認真 就老是扯到那個人身上 有任何不順都會牽扯到 那個人身上的時候 就屬於這種 還有一個是鼻子短 鼻子短呢 通常我們鼻子 我們的面向以頭 都是照比例 比如說這個大概多寬 這個間距多寬 這邊的間距多寬 都是照比例來 可是我提到短 真的就是比例原則 他太短了 鼻子短代表中年孕 比較沒有那麼順 那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耳輪 耳朵這個地方會有弧度 其實大部分耳朵一看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地方 耳朵的形狀對不對 可是有的耳朵 真的很感覺薄薄的 軟軟的 就像兩個 就像兩個掛在那個地方一樣 這兩種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一個呢 你是說他這裡不清楚是不是 對 耳輪這裡不清楚 對 耳輪 然後他其實裡面這個叫廓 外面叫輪 外面這一圈叫輪 這個叫耳輪 裡面這一圈叫廓 那一般來說的話 耳廓太明顯的人就是 個性太硬了 他就堅持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 有的人真的硬到那個 就是你覺得他講什麼 就是聽不進去 但是後面這兩種 他比較特別就是 別人講的話 他自己沒有組繭 別人講什麼 那個誰說 是因為怎樣 就像前面那個故事一樣 因為別人說什麼 他就覺得 就是他說的那樣子 所以我才會不順 我因為怎麼樣 別人說是因為什麼什麼的關係 所以他往往都是因為 別人說什麼 他就相信什麼 他沒有自己沒有組繭 沒有判斷能力 這個就要特別做 是 那冰心這邊是有媽媽 很要求兒子 娶太太的時候 一定要有優生學 對 他那個媽媽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媽媽 很多母親在內心深處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他們家就是 上三代 就是家庭經濟狀況也很好 然後也會有讀書 所以他一直對他兒子 就是提醒他 就是說我跟你講 你那個娶妻 那個娶得好的話 那個子孫都好 要是那個血統不好的話 現在大家學習又那麼困難 那個你的小孩子要是笨的話 我跟你講你就操碎心了 所以他就一直跟他講 就是說 你一定要跟一個女生 交往的時候 他們家是在做什麼的 然後不健康 你都要調查清楚 那就後來他老公 就是那種很會念書的人 就他們辦公室 有一個top sales女生 那是沒有念多少書 可是他老公超欣賞他 因為他不是那一類型的人 就是說他很會那個看臉色 然後面面俱到 然後所以就太喜歡他 就不管了 就媽媽講什麼都不管了 然後就跟他講說 他就一個弟弟也很健康 家裡就是普普通通的 我反正我就要娶他 結果他就娶 娶了以後沒想到 他們生一個吃黃兒 吃黃兒以後 他媽就很火大 然後就在跟那個媳婦就問說 你是不是就經常那個不煮飯 吃微波食品是不是 然後你當時懷孕的時候 是不是太靠近微波爐了 你有沒有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家到底 你們家前面有沒有這樣子的人 要不然為什麼可能這樣 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你到底有沒有做產檢 你該做的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做 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知道 所以就造成了一種 就是有的時候我覺得 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沒有人會開心 可是如果一個長輩 他講的話 並不能幫助這種家庭 反而是增加人家的壓力 實在是非常的不足 其實生吃黃兒 搞不好是他老公的問題 隱性 就是誰知道說那個 就是說 我還是就是在強調 就是說 每家家家有本難念經 每家都有自己不幸的事情 可是當我們當長輩的 或當他的親戚 你如果不能提供幫助 你就安靜的支持 你不用再講那些沒有用的話了 就是說你當時是不是 我用的時候 微波爐太靠近 所以產生什麼核磁啊什麼什麼 那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也沒有辦法挽救了 就是說現在 你說一個比較 nice的婆婆就是說 如果你們那個有什麼 需要幫忙的地方 或小孩子如果要去做 復健的話 我這邊可以 這才是家和 家和才會萬事心 就像我之前因為在基金會 就是專門照顧 極重度智能障礙的 當過執行長 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說很多家庭 對於這種小孩子的態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些就是把它當成恥辱 那有些就是 覺得把它當成一種 就是提醒或體會 然後反而就覺得說 因為有這種小孩子的出現 讓家裡更凝聚 那我們之前基金會有一個懂事 就是他之前都是出錢 其實他對這種東西 也不是很有感情 就直到他生了一個這樣的小孩之後 完全味道不一樣 他才知道說這個社會 需要很多的關注 因為你幫很多人 比如說你在捐款的時候 你要捐給清寒的 你會覺得他只要你幫助他 他未來對社會有貢獻 你捐給自能障礙就覺得 捐給他也沒用 你知道嗎 就是說好像這個錢的價值沒有 可是問題是 你有時候捐這個錢 你不是幫助這個小孩 你是幫助這個家庭 就是說你這個家庭沒有問題 你社會才容易沒問題 所以要不然就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沒有大家要幫助的話 你這個家就垮了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剛才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有能力 然後有了這個小孩 然後你發現這種類型的小孩 在這社會上資源有多缺乏 真的 那有時候在職場上 也會有人砍脫 翠芬這邊也有例子 我曾經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通常在企業界 通常都會做教育訓練 那是說教育訓練的時候 就有一個同事A同仁 他就去拜託B同仁說 我那天有事 不能去就是去上課 你幫我錢 他說不行啦 公司規定不可以 他說拜託啦 拜託 幫我簽到 幫我簽到 那簽到之後 是 就那天那個課程結束之後 HR就是人力資源 就去把這個A同仁叫來說 你那天沒有來 你怎麼會有簽到 然後他就馬上就說 B同仁自己要幫我簽的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我會有簽到 這麼晃 然後他就說是B 自己要幫我簽 誰知道 然後他們就去把B同仁邀請來 B同仁就開始一邊哭一邊說 是A同仁拜託我 說他那天家裡有重要的事情 我幫他簽到 然後他那樣子 然後我說不行 他一定要我幫他簽 我後來不得已幫他簽到了 然後這時候再去跟這個 A同仁說 那A同仁說 如果你要處罰我 公司如果要處罰我 一定要先處罰這個B同仁 是他簽的 你要先處罰他 還有 這麼壞 你要把全部 曾經有帶簽過的同仁 全部都處罰了 你才能夠處罰我 如果你沒有處罰 你不能處罰到我 只是因為這樣不公平 所以他後來 如果我犯罪了 你要關我 要判我刑 可以 以前所有犯過罪的 全部給我查出來 所以他非常會刊托 就把公司全部都刊托 對 縮集記網 全部刊托出來 後來公司就非常的 跟那個B同仁 就幫他代簽那個同仁 說我知道你很委屈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就是 兩邊都要處罰 因為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的案例很好 你就會告訴全公司的人說 千萬不要再幫同仁代簽了 代簽了之後下場非常的悲慘 然後那個代簽的同仁 你幫他代簽的同仁 也不會感謝你 而且還牽托你 把所有不好的東西 都放在你身上 所以公司後來就跟他說 我知道你很委屈 也同理他 然後再去跟那個A同仁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一定就是要 就是要記一個過 因為你這樣的行為 很不妥當 然後我們也要告訴 全部的同仁說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有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好心沒有好抱 對那個B同仁來說 很不好抱 然後對所有的同仁來說 大家就說 這個A同仁 以後我們真的要離他遠一點 不然很多事情 都被他看過到 他要全公司 如果有人曾經代簽 或是有代打卡 或是代什麼的 都要全部被處罰完 才能夠處罰到我 這種推卸責任 是不是從小就會了 會耶 有時候三歲 把玩具弄壞了 就會推 媽媽那不是我 那是弟弟 這很多耶 對不對 很多說真的很多 這個我真的親眼目睹 我真的親眼目睹 一個小孩 結果他玩玩具 玩壞掉了 然後我就站在他旁邊 然後他就指著 那個非常遠的弟弟 三歲的弟弟 然後再吃東西 撒嘟嘟的在那邊 呆呆的吃東西 他說是他 然後我想說 難道我 你會覺得我沒有看到嗎 後來我知道 這樣的小孩內心 都很怕被責備 或是怕被處罰 我就跟他說 我沒有說 這明明是你做的 你雖說是弟弟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只要把這個玩具 放帶去 給那個櫃台的叔叔 告訴他 玩具壞掉了 然後拜託你 麻煩你幫我修理一下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 我要示範給他看說 你不要因為害怕被處罰 而去 去推圍給一個 砍拖給一個 非常遠 坐在那裡 然後去講一個 不是事實的 你只要這樣做就好了 所以推卸責任 是不是一種天性 推下責任是耶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訂閱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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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鈕